因為香港癌症基金會也想分享給其他朋友 今天參加不了抗疫資訊 也想分享給大家聽 所以接下來的抗疫感濃和抗疫資訊 我們都會再錄影 所以今天很抱歉跟大家說聲 我們就不會有這個問題的時間 這個講座大概就半小時左右 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香港癌症基金會的註冊營養師周姑娘 今天我們就是講講全方位抗疫支援 今天我是第一位帶營養師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會好一點 起碼除了抗疫之外 這次大家可能聽完之後 除了這次COVID這件事可能有點得著之外 都可能知道一下 將來我們可能怎樣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強健一點 好嗎 那好了 首先一開始 我們講一下 未中招之前 我們最主要分兩大部分 中招之前 還有中了之後要怎樣處理 好嗎 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如果未中之前 其實我們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強一點呢 那當然啦 現在政府呼籲也好 遲些我們有醫生講座也好 都是講我們癌症患者 怎樣去打針 令到我們身體裡面的抗體 各樣東西多些 但是原來除了打針之外 原來我們吃東西的部分 都可以某程度上幫助一下 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好一點的 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是的了 其實原來我們要吃得夠 吃得夠熱量 什麼為之熱量呢 我經常形容為 就是我們身體這間工廠 要做抗體出來 免疫細胞 各樣東西出來 原來這間工廠是需要電的 很正常而已 你想想一間工廠要有電才能做事 那些機器才能運行 原來我們這間工廠是一樣的 我們需要供電供得夠 我們的免疫系統才會做得好 那我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的 就是要1200卡路里 一天最少 1200卡路里 我們的免疫系統 才叫做可以正常運作的 無論你的工位肥瘦 那當然高一點的人 健康一點的話 理論上卡路里再多一點 但是我們說的 最基本原來要1200卡路里 那1200卡路里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為1200卡路里 是不是 那麼其實呢 藥率就是 全日來計的話 起碼要吃三餐 而且那三餐呢 一餐飯正餐是應該要有飯肉菜三部分 飯肉菜三部分 可以轉做粉麵也可以 但是記住 不要整人每次都只吃粥 如果我三餐都只依賴白粥過活 一定不會夠1200卡路里 好嗎 可以是一些粉麵類 或者是 即使粥是一些 那些需要是一些稀身一點的粥 還有我們要有肉 要下油下去煮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 續樣探討 哪一種營養素是重要的 然後我們最後就做過 總結 譬如哪一些的食物 是可以帶出這些營養素給我們 那我們下一個東西 除了熱量 我們知道要有幾千二個卡路里 每一天要吃三餐 每一餐都要有飯肉菜之餘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以下的營養素 第一樣呢 就是叫做維他命C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聽過維他命C的 是不是 都知道有些什麼食物 是提供到維他命C給我們 例如就是橙 奇果 士多啤梨 翻石楼 這些都是很好的維他命C的來源 提醒維他命C 預熱就會消失的了 就會消失了很多 所以有些人就說 我早上就去喝杯 熱檸檬水 是不是有幫助呢 記住如果你去找一些滾水 去沖檸檬片 其實你就不要期望它裡面有幾多維他命C 製造了 如果我們要吃的話 我盡量都是吃一些新鮮的水果 維他命C高的水果 如果你說我真的胃口不是很好 因為我除了擔心COVID之外 其實原來我自己都在做治療 胃口不是很好 其實大家是可以考慮一下果汁的 但是記住那些新鮮的果汁 都一定要盡快飲用 因為如果遲了飲過的話 我們就擔心去吐滾 另外再提一提 因為尤其說起免疫力 有些朋友可能做化療的時候 免疫系統比較差一些 你就要提醒一下自己 原來剛才選的那些水果 因為所有水果都一定是生的 熟了又沒有維他命C 所以如果我們是吃水果的時候 盡可能選一些我們叫口皮的水果 例如橙 其餘果其實都可以的 你記住 洗乾淨表面之後 打平切開一半 用匙羹筆 不要慢慢削兩下皮 即手碰 AG 外面的皮 又碰上裡面的果汁 就會合適一些細菌進去 那當然你一刀過切開 然後你找匙羹筆 那其實外面.... 你又洗乾淨了 是不是前提 其實裡面的菌 就沒什麼怎麼進去 其實好多次是一些安全食用的方法 不過當然要留意 尤其是免疫系統差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它的水果 我們也稱為薄皮的水果 是否比起橙 其餘果就是一些比較薄的水果 木瓜也是的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那個表面有沒有一些乳傷 損傷 如果那個水果有乳傷損傷的話 那就代表那個水果不是完整的了 就要小心一點好不好 我們就可能 尤其免疫系統差的朋友 就未必可以吃到這些水果了 一定要吃一些完整的 新鮮的 好的水果好嗎 好了除了維他命C 維他命C說一下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原來維他命C就是可以幫助一些 我們叫白血球的製造量 好了除了原來維他命C可以幫得到手 原來另一樣維他維生素就叫做維他命 就叫做維他命E 維他命E原來它就是輔助製造一些 我們叫做B細胞的白血球 如果你說我不懂得分享這麼多種 總之它就幫助其中一種白血球的製造 還有幫助我們身體製造更加多的抗體 那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你想想我們打了針 打完無論是Biontech也好 科興也好 我們都是想我們身體自己製造多些抗體 去對應付這個COVID 對吧 如果原來有一種營養素 是可以幫助得到我們製造多些抗體的話 那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這件事的吸收了 維他命E在哪裡吃得到回來呢 原來就是一些油份高的食物就吃得到回來的了 所以記住我們每一餐用的油 都一定要有油 我們基本上是家裡用的油 花生油、粟米油、芥花子油、葵花子油、橄欖油 這些都是一些好的油 當然了 免疫系統很差的 我們記得所有的油一定要煮熟熟的油 那如果你說我免疫系統很好 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是一個康復者來的 那當然了 你有時候加一些麻油 又或者一些特級初摘橄欖油 不需要加熱的油都可以的 視乎你自己有免疫系統了 記住免疫系統好 你喜歡加一些後加的油 麻油、特級初摘橄欖油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免疫系統差 記住所有東西都是一定要加熟油的 花生油、粟米油、芥花子油、葵花子油、橄欖油 家裡用的油都可以 但是你注意每一頓飯 每個人頭最少都要加一茶匙油 那我們才會吸收得到足夠的維他命E 好嗎 那除了用油之外 原來維他命D、維他命E 都可以來自一些果仁 牛油果 所以大家如果有時候坐在電視 如果是在家裡 經常都要抗疫看電視的時候 可能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可能吃一下一些果仁 吃一下一些牛油果 例如早餐的時候加一點牛油果 這些都是對維他命E有幫助的 好嗎 那可能除此意外 除了維他命E之外 下一項東西很好營養的 就是營養素就叫做B胡蘿白素 B胡蘿白素說一下它有什麼幫忙 它們幫忙增加另一種白血球細胞 白血球的製造量 那種就叫做T細胞白血球 那其實B細胞和T細胞 我相信最近大家聽多了一些抗疫資訊 都聽多了B細胞和T細胞白血球 這兩樣東西其實都是對我們的 免疫系統對於病毒入侵 作出一個很即時的反應 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B和T細胞這兩種白血球 我們就特別重視了 那這一種的T細胞白血球 為什麼B胡蘿白素 它既然可以增加到它的製造量的話呢 那我們平時吃東西的那方面 又可以注意一下了 那有什麼食物是有B胡蘿白素的呢 例如就是一些番薯 南瓜 蟲蘿蔔 其實這些 即使煮熟了 B細胞胡蘿白素是煮熟了 它依然存在了在食物當中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帶過擔心 他們就問是否一定要生吃 不是的 維他命C要生吃 B胡蘿白素就不需要生吃 那好啦 那它在這些食物上 那我怎樣認得它們是有這些B細胞胡蘿白素呢 不是B細胞 B胡蘿白素呢 B細胞 它英文叫B胡蘿白素呢 什麼食物呢 其實它是橙橙的色的胡蘿白素 那所以你會發覺剛才說的 紅蘿蔔 南瓜 這些都是橙橙的色的 那剛才你說蕃薯 蕃薯 蕃薯是的 你看一切開心 它都黃色的嘛 其實這裏都是一些B胡蘿白素來的 那你說紫薯有沒有的 其實紫薯都有的 它只不過被它的花青素蓋住了它的顏色而已 它依然都有在 那麼 蕃薯、紫薯都會有的 那另外再去 其實甚至去到芥蘭 即使是芥蘭 都會有胡蘿白素在裡面的 那只不過它的葉綠素遮住了 那你說我怎樣才知道有什麼東西 吃有B胡蘿白素呢 一來你可以上網搜尋 當然 但是其實呢 你可以盡量吃多些不同種類的 蔬菜 又或者剛才說的根莖類的 番薯 南瓜 紅蘿蔔 都是一些很好的B胡蘿白素來源 好嗎 那下一種呢 就是叫做維他命B6 維他命B6 它就是幫助我們保護我們淪巴系統裡面的白血球的 幫助我們抵抗病毒 那如果你問我 那有什麼事有B6 B6就最方便 不用記 基本上我數得出來 你可以想像得到 只要我肯均衡飲食 其實就一定會吃得夠維他命B6 因為它在哪裡呢 原來在草米那裡有 生果果就是比如香蕉會有 或者如果是零食 果仁也會有 如果你說要是一些 蔬菜果 蔬菜果的豆類 所有綠葉的蔬菜 肉食的部分 就是魚類 雞肉 蛋 肉 全部這些都會有 維他命B6 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頓飯飯 飯肉菜三部分 基本上這三部分 都會有維他命B6的存在 所以只不過留意一下 可能我們注意一下 本飯 尤其我們胃口好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些 糙米 它裡面就會有維他命B6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我胃口很差 因為營養師 我正在做治療 我可能未必吃得到 糙米 因為很暗胃 明白的 不要緊 你要理解到 原來除了糙米之外 剛才說的 很多一些 綠葉的蔬菜也好 香蕉也好 果仁 豆類 或者一些肉食類 都有維他命B6 其實維他命B6 就不難吸收 所以你問我 需要不需要吃軟仔的話 維他命B6 就不用 不過待會我們最後 先講一下 一些軟仔的問題 好嗎 還有營養素重要的 就是叫升 薪質 原來因為不夠薪質的話 我們的血小板和發血球 都會變弱的 好了 薪質在哪裡 食物吃得到回來呢 原來就是一些 蛋白質豐富的食物 就是肉食類的部分 其實很多時候 找到新質 所以很多時候 都聽人說 我的免疫系統重要 原來蛋白質要吃得夠 才會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好 是的 同時間原來 蛋白質的食物 都有這個新質 如果我們吃得夠 都會令到我們的白血球細胞 或者脫小板 強壯一些 所以提醒 不要打算經常吃白粥 一定不行 一定要加些肉食 好嗎 下一種營養素 就叫做奧米加3脂肪酸 就是奧米加3 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對於我們免疫系統 它是增強一種白血球 叫做Fracocytes的生產量 它就可以吃了細菌 壞的細胞等等 所以我們在飲食當中 加些奧米加3脂肪酸 都有幫助 再下去 如果稍後說到 例如我發現 其實奧米加3脂肪酸 都有少少少少燒鹽的效果 燒鹽的作用 所以多一點吃魚 因為原來奧米加3脂肪酸 就在魚類 一些我們叫深海點的魚 或者其實三文魚 這些鹹淡水交界的魚 都會找到奧米加3脂肪酸 講一下有什麼食物有奧米加山脂肪酸 例如剛才說的三文魚、親牙魚、沙甸魚 又或者是一些日本人吃的青魚 又或者我們中國人吃的馬友、猛仔魚 你一吃下去就知道油份高的魚 其實它就有很多奧米加山的脂肪酸 所以其實譬如那些蕃蕾 你都可以吃的 不一定要吃死同一隻大眼雞、熊山魚 這些都可以吃的 好嗎? 下一件事到最後我想提到的就是 經常講不同的食物 自己要留意原來調味料不一定要用鹽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蒜頭的 原來大蒜是可以增加T細胞白血球 以及其他白血球例如Megrofrage 另一隻白血球的生產量 整體上都是增加我們的抵抗力的 所以不需要經常吃來吃 只是用鹽、醬油、雞粉去調味 多些試用蒜頭都有幫助的 好嗎? 總結一下 其實我們聽過 營養師好像你說的 幾乎肉又有 全谷類的又有 又有蔬菜又有生果 好像每樣都有幫助 原來沒錯了 我們的飲食其實想帶出的重點就是 其實真的要有一個均衡的飲食 政府的呼籲 每天二加三 每天兩份生果 三份或以上的蔬菜 另外呢 如果你胃口盡量選擇一些 我們叫全谷類 無論是飯 可以選擇一些糙米、泥蜜 或者你平時吃麥皮、小米 這些都是一些全谷類 可以多些選擇的 當然好像剛才我這樣說了 如果我胃口差 可能我真的只要吃白飯也不要緊的 看看你好視乎你的胃口是怎樣的 那麼生果蔬菜那部分呢 記住兩份生果 三份或以上的蔬菜 又是一樣的 如果你胃口差 吃少一點菜都不要緊的 又或者你將一些生果蔬菜打汁 你會覺得容易吃的話 都是一些好的方法 不過提醒免疫系統差的朋友 選擇一些新鮮生果蔬菜 最好是口皮的 蔬菜要洗淨 或者甚至煮熟了會比較好 那我就去打汁 打完汁之後 記住要盡快飲用 好嗎? 越放得久 它就有多菌在這裡了 打完馬上喝 不要打算打一大渣 就放進雪櫃那裡 這兩三天都是喝的 就沒那麼好的 好嗎? 還有營養都會流失了 另外呢 盡量吃多些不同種類的新鮮 肉啦、魚啦 都有幫助 尤其剛才說的三高的魚 又或者肉食的話就有些新鮮 海產那些都可以吃的 但是記住一定要全熟 熟透了好嗎? 它們提供得到蛋白質 幫助我們的免疫系統 也都幫助得到我們的肌肉 不要流失得那麼快的 另外 用油很重要 剛才說的維他命E 它增加我們免疫系統 還有少許消炎的作用 果仁也會有幫助的 好嗎? 然後另外呢 記住記住 很重要的 就是飲得夠水分 流質水分是很重要的 每天就要六至八杯的流質 好嗎? 最後一件事就是 咦?原來我們打完針之後呢 原來我們都可以有一種食物 可以幫得到我們 令到我們增加到抗體的 除了剛才說 原來B皮B 胡蘿蔔素 又或者維他命E之外 原來我們一些 我們叫益生菌 越來越多研究 就發現是可以幫助我們 製造多些抗體 而且會令到我們的免疫力好些 那講丸仔 講營養補充品之前 我一定是要講的食物 食哪裡可以吸收回來呢? 譬如乳酪 芝士 又或者是一些 譬如納豆 這些我們叫發酵過的食物 都會有益生菌在裏面 好嗎? 但是提醒 如果你是做化療 又或者你的免疫系統 不是很好 例如我做骨水移植的話 剛才所說的這些食物 即是乳酪 乳酪 乳酪 芝士 都不能吃 好 如果你說死了 我既然是這麼差 但乳酪 又不能吃 那我怎樣可以增加 令到抗體更多一些呢? 你多吃些蔬菜 都會有幫助 因為蔬菜裡面 有一件事叫益生菌 益生菌 益生菌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如果你想令到你腸胃的益生菌好 原來我們的益生菌 都是它的食物 對吧? 即是你好像養一缸甘魚 你不是每次都丟一些新的甘魚 然後餓死舊的甘魚 你養一缸甘魚 其實你丟一些新的食物 也有幫助可以養得到甘魚 所以 丟一些適合他們吃的食物 就是剛才所說的 蔬菜 生菌 都有幫助養好我們腸裡面的菌 腸裡面的菌好 其實我們的抗體免疫力就會好些 好嗎? 這部分就是講了我們 中招之前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強壯一些 好些 中了之後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 可以 我們面對得到 令到我們康復得快些 首先 我明白到 中了之後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跟我們說 喉嚨痛得非常之厲害 很難吃得到 沒有了胃口 所以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吃一些 我們叫做軟一點 濕的食物 大家一定是想到粥的了 記住 好些胃口的時候 盡量是轉做粉麵 你可以試一下 那些稻亭烏冬 上海麵 這些比較幼的麵 煮久一點 其實它就會軟 那為什麼我經常都說要煮麵 比吃粥呢 就是因為 麵裡面的熱量 是比起粥高一些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煮粥 記得一定要是一些稠 一些粥 另外 粥裡面 你可以 加一些肉碎也好 如果你說肉碎 都始終是硬的 你可以選擇一些魚肉碎 剛才說的 譬如我買一條馬鈕拆肉的 放在粥裡做魚肉 也可以 三文魚的當然也可以 又或者你可能加一些蛋花 豆腐碎 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記住蛋白質是很重要 它可以提供得到 我們 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好一點 之餘 剛才說的生質 都是來自肉食的部分 所以每一餐都一定要加 另外 作為一個小食的話 如果 免疫系統好的 你可以吃一下魚肉 雪糕這些都可以的 這樣涼涼的 令到喉嚨沒那麼痛 否則你試試吃一下 一些豆腐花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你說免疫系統 即使差也好 吃一些凍的豆腐花 那些預先包裝好的 就是 不要幫他們賣廣告 就是一些 超級市場儀先包裝好的 正方形盒具的豆腐花 這些就是 一些免疫系統比較差的朋友 如果想吃豆腐花 凍凍的 你可以選擇這些豆腐花 好嗎 豆腐花始終它裡面也有蛋白質 凍凍的 涼涼的 又好吃 令到喉嚨舒服一點 好嗎 剛才說 你可以加蛋花 如果要吃麵 你可以嘗試蒸一下水蛋 也可以 如果蒸水蛋 怎樣加到油 蒸水蛋之前加少許油 剛才說的 維他命E 加油 加進蒸水蛋就可以 如果煲粥的話 怎樣 你加米 加水 記住一定要加油 在粥裡 你不會覺得粥很油 你只會覺得粥煲出來很麵 麵 所以記住要加些油 在粥裡 好嗎 因為如果我們吃得不夠的營養素 雖然這些研究 全部都是在一些ICU 或者入院的人做的 因為COVID這件事比較短期 通常他們做的如果這些研究 全部都是醫院出的研究 醫院出的研究 發覺原來我們營養不夠 其實是會增加死亡率的 所以如果是一些 尤其是在做治療的朋友 即使我不需要入院也好 如果你發現我每一頓飯都吃得少於一半的話 你全日記住要加兩杯的營養奶 哪一種你喝的營養奶都可以 因為其實現在最重要是方便你家裡有的營養奶 就加回營養奶 又或者是我 如果你要急急忙忙去街上買的話 買回你以前喝的那種 因為起碼我們知道不會令你肚子 不會令你惹悶 你以前喝過可以的 現在都應該可以 記住 每一頓飯吃得少於一半 全日來講 你要加回最少兩杯的營養奶 好嗎 另外一種 中了COVID的朋友 有機會會出現的 就是一個氣速的情況 如果你是有氣速的情況 因為營養奶方面 最好就轉一些比較濃縮的配方 如果你有聽過我以前的講座 其實我也有介紹過一些我們叫特濃的配方 就是濃縮的配方 那些會比較好一點的 但如果你說不是啊 我喝開那一種不是一些特濃的配方 我又不想特別買來轉 假設你那種是粉妝的話 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沖水的時候 沖少一點水 稠一點 我知道你會覺得很甜 很濃很濃 但是我寧願你喝下去之後 找些水浸一浸口 對於你氣速的方面 是很大幫助的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氣速的話 其實我們的口 即口鼻 吐到氣那一刻就吞不到東西 吞到東西那一刻就吞不到氣 是一定的了 所以如果你氣速 你要多留些空間給你吐氣的話 你吃的東西一定要夠濃夠熱才行 好嗎 所以好像剛才一開始這樣說 我們要有足夠的熱量 蛋白質 才會令我們整個免疫系統的支援 會好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 尤其在做治療的朋友 真的吃東西 記得不要介意 就喝回營養奶 幫助一下自己 我們現在暫時的研究 就會看到 就是如果中了COVID的話 就其實需要每一天 需要額外多了 大概200至250個卡路里 200至250個卡路里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基本配方的一杯 例如譬如 街原素街線那些一杯 其實都已經足夠這個數 所以你額外 再加多一杯原兩奶 很多時候都已經足夠 額外的熱量需求 至少不要體重繼續增 但是如果你跟我說 我一向都沒有喝營養奶的習慣的話 其實無所謂的 你可以試一下 我知道喉嚨痛 你不會吃到果仁 但是你可以試一下果仁醬 即是花生醬也好 其他很多不同種類 現在出了一些杏仁醬 開心果醬這些都可以的 選擇一些就是滑滑的 即是不要有一顆粒 即是滑身的那些花生醬 或者滑身的果仁醬 不要有一顆粒 因為那些一顆粒 就會啃到你的喉嚨 如果不是 其實一湯匙就已經很頂得到 那個額外的卡路里 如果不是 你可以考慮一下 芝麻糊 又或者剛才我說的 牛油果 又或者乳酪 都可以的 好嗎 另外一個提醒 就是如果有發燒的症狀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有發燒這個症狀 發燒的問題就是 令到新陳代謝加快了 那記住 重要的就是 喝得更加多的水 或者流質 每一天喝的流質 要8至12杯 你記住 我是說流質 不只是水 所以其實我們是包括一些果汁 果汁最好的當然是 一些維他命C高的果汁 剛才我們一開始說 有什麼維他命C高 橙啊 奇異果啊 木瓜 翻石柳 這些都是一些高維他命C 那你把它炸一下 就是一些高維他命C的果汁 那因為呢 你吃完整個生果 可能你覺得喉嚨痛 你平時 尤其你又發燒 又需要多些水分油質的話呢 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喝下這些的果汁 是不是 維他命C高的 幫助我們放血球 那更加快清除病毒 就快些康復了 那另外 除了果汁之外呢 我知道很流行 大家就會想喝椰青水 因為覺得是量軟的 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 那冷飲你就會覺得舒服些 令到喉嚨不太痛 另外一些電解質的飲品 都可以的 都有幫助我們發燒那方面 令到我們的燒不太高燒 那另外喉嚨痛那方面呢 坊間就很多人就會說 喝一些冷的羅漢果水 冷的羅漢果水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記住 如果你做化療的話 就不要全程 8至12杯都只喝羅漢果水 喝多些不同種類 其實譬如 它就沒有藥性的 就不是太過擔心 會令到說肝臟有影響 那不過呢 始終羅漢果水 不要喝單一的這些 羅漢果水 喝太多了 那你可能轉一下 是一些清水的也好 椰汁水也好 橙汁也好 剛才說的電解質的飲品都可以 那麼 那偶爾可能你8至12杯裡面 有3、4杯是羅漢果水呢 都沒有問題的 那大多數這些人呢 都因為喉嚨痛 所以就用冷的羅漢果水來喝 都可以 那平時煲湯的話呢 那就可以煮一點點的啦 蘋果雪梨雪耳 無花果的湯 那這些你可能一天喝一兩碗 兩三碗都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嗎 那即使你逐一化療療法 都可以這樣 沒有問題的好嗎 那總之記住想多些流質啦 那有些人就說 我可不可以喝蜜糖水啊 那又是啦 看看你的免疫系統怎樣 那如果你的免疫系統的中性脈血球呢 接近零零點幾的話呢 又或者是我做了一些骨水移植的手術呢 蜜糖就不能喝的 但是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呢 大家即使做化療呢 很多時候的免疫系統都不太差 都可以喝蜜糖水 尤其如果你是COVID 你覺得有一些蜜糖水有些那些 有些消炎的功效 幫助得到你潤一點呢 其實都可以的 只不過好像剛才這樣說 八至十二杯 不要全部都是蜜糖水就可以了 那記住呢 如果你是做了骨水營食那些呢 就一杯都不能喝的蜜糖水 好嗎 那所有的東西一定要熟透了 那才是會比較好一點的選擇 那另外又有些蜜糖的喉糖的 其實都可以的 這些都對這個緩解消炎喉嚨的 那個症狀呢 都會有些幫助的 那買回一些漂亮一點的牌子 那對自己的… 對自己好一點 那但是都會一樣提醒 如果免疫系統非常之差 例如好像是這樣 我們做了骨水移植的朋友 記得 獨立包裝的這些糖也是不值得的 好嗎 那好了 那就記住 重點就是 中了焦之後 記住一定要持續進食 不要整天只是飲食粥 好嗎 因為整天只是吃粥 真的不行 吃白粥 尤其 就完全不夠營養的 那怎樣都要加些肉 肉碎也好 剛才說的魚肉碎也好 找個暖水也好 找個暖水也好 找個暖水會有些水 半夜喉嚨痛到乾醒的話 你都馬上可以有些水 濕濕一下喉嚨 潤一下喉嚨 好嗎 那營養補充劑方面 通常大家馬上聽 尤其一開始 聽我說這麼多 維他命C 維他命E 又或者一些益生菌 我相信大家 到最後這個環節 大家通常最 馬上想到的就是 那我可不可以吃軟仔 吃軟仔會不會可以幫助大些 又或者 我怕我吃東西吃得不夠 營養師我知道要吃 但我不知道吃到多少才夠 我又怕不夠 常常大家都很喜歡 問我可不可以吃軟仔 我們譬如 維他命C 我們其實每一天需要的 就是100mg 那當然你說 特事特辦 我們現在特別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多吃一點 維他命C 維他命C的軟仔 通常它一開就開1000mg 就是你在街上買到1000mg 如果你說只是短期 這段期間 我真的很想吃維他命C 那我就不是太過反對的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你會不會又吃維他命C 軟仔又吃多種維他命 吃這個那樣 每一隻都1000mg 加加起來 其實就有機會過了一個上限 其實各個國家的維他命C 上限其實是三四千 你一顆就1000mg 你很容易過得到三四千 唯獨是注意這部分 好嗎 即使吃的話 真的一顆就已經很夠數了 其他那些維他命E 其實很坦白 維他命C 都應該很容易在食物當中吃得夠 譬如又或者維他命E 維他命B6 那些 真的不太過需要在食物當中吃回來 你用油 你會肯吃正常健康飲食 那些 尤其是維他命B6 這些需求是非常之少的 那就不需要補充劑 反而如果有些人就問我一些益生菌那方面 因為現在開始越來越多研究出了 尤其中國那邊就出了很多的研究 就發覺中國COVID的病人 他們就會遇上一個長度微生態失調的問題 比較多人會有這件事 即是完結了 好回之後 原來長度裏面的微生態都是亂了的 那如果你說我想吃一些益生菌 如果你們都可以用這些問題 記住 永遠我都建議為大家是吃野餐 是吧 食優그릇 也好 食籾 也好 食芝士 也好 Hyocobob 大家可以用這些益生菌 或益力多也好 那這些就是一些益生菌的來源 但是如果你說 我始終是想吃一些益染補充劑 你可以選一些 現在有越來越多一些益生菌 例如歐盟出的 香港出的都有的 香港推出的就是根據香港人口去做一些統計 法國有用的 你可以選擇一些有信譽的國家 或者信譽的產廠出的一些益生菌 或者益生元 通常是益生菌加益生元的這些補充劑都可以的 如果是吃的話 尤其是短期內 例如剛剛打完針 又或者吃完 剛剛種完招 或者即使在種也好 不過通常在種我就不覺得這麼需要急著要補充 種完招之後的康復期 你真的想要吃這些丸子都可以 你可以問回藥房的藥劑師有哪一種的推介 又或者帶那些萬寧屈神士這些藥劑師 你可以問問他們有哪一種推介 通常就是益生菌加益生元 剛才說益生菌就是金魚 益生菌就是金魚的食物 我也想大家不只是放益生菌 如果可以放益生菌就更方便一些 當然益生菌和益生菌是一樣的 可以在食物當中吃得到 例如益生菌就是在一些蔬菜類 我剛才其實我是看不到大家的問題 我純粹偶爾彈出來 有人問我有什麼食物是有益生菌 其實在一些纖維高的蔬菜就會有益生菌 不需要特別是 而不是只是根莖類的多 或者是綠葉菜的多 其實只要它有纖維在裡面 那些都會有益生菌在裡面 好嗎 所以瓜類類相對地少一些 綠葉菜有多一些 不過我覺得不用這麼執著的 你只要知道我痊癒了之後 胃口痊癒了一點 儘量多吃一些生果蔬菜 那它那裡就會提供到益生菌 養好我們腸裡面的菌 好嗎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是到這裡這麼多 因為今天就沒有一個問法的環節 因為我們這個講座都是在錄影的 好嗎 所以都不方便給大家問太多一些私人的問題 那希望在其他的講座那裡 我的講座我平時我們不需要錄影的講座那裡 就再見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的問題 可能你就在那些的講座那裡再問回我了 好嗎 那多謝今天大家來參加 那希望其他的講座那裡再見得到大家 好嗎 那我看回先 我們再下一次的這個抗疫錦羅 再回來提一下 我們的全方位抗疫支援 下一個就應該是 這個護理的講座 是醫生 腫瘤科的醫生的講座 他分享一下新冠病毒下面的疫苗資訊 那是3月28號的 即是三天之後 那再之後就3月30號 就有中醫的講座 然後3月31號 就有我們的臨床心理學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抗疫的時候 怎樣可以令到心理都防疫 不要給大家太大壓力了 好嗎 那希望在其他的講座那裡 都依然見到大家了 好嗎 那多謝各位今天來參加 拜拜各位 拜拜